国庆后,趁着游客散去,专程去了趟刚落成的三星堆博物馆新馆。 保时说,在去之前,我对三星堆新馆并没有多高的期待,因为在我的概念里,从2022年3月开工,到2023年7月正式开馆, 保时仅一年龄四个月,对于一个总占地面积7.5万平方米新建博物馆及游客中心总面积54,400平方米的大型博物馆而言,未免建得太快了。 但是出了意料,也许是因为项目的特殊性,只保时16个月建成的三星堆博物馆新馆,呈现出很高的完成度。 除此以外,博物馆本体在形式语言上和老馆的联系、空间的明暗处理,都表现出了极高的水准,让人惊喜。 形式逻辑上,三星堆博物馆新馆的设计将老馆经典的螺旋曲线外墙延续发展,作为三个堆体外形和空间的控制曲线。 在我看来,新馆与老馆的形式延续,是建成方案与其他落选方案最明显的区别。 这种形式,处理手法,在近些年建设的大型文化建筑中,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存在,也是高明之处。 为什么说高级?因为这种手法抛弃了文化建筑中常见的简单的直白的形式表达。 三星堆青铜面具上极富表现力的眼睛,是三星堆最著名的文物IP。 如竞赛中MAD的方案,将三星堆文物中常见的眼睛形象,抽象为建筑的本体。 Next Architects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联合体的方案,也以眼睛为设计元素,并直白地嵌套到建筑形体中。 当然,三星堆所代表的文化内涵,无论是历史底蕴,还是形式语言,都有丰富的,可资借鉴的资源。 在这种情况下,选择一种直白的表述方式也无可厚非。 相比之下,中标方案对各种元素的融合更让人惊喜。 由中建西南院团队原创设计,联合体方基齐新家胡建工作室担任项目顾问的建成方案, 同样汲取了三星堆独特的眼睛元素,但是处理更抽象,不是图像化的处理, 而是与功能结合,成为建筑内部公共空间与外部遗址园区对话的窗口。 中标方案中对眼睛元素的引用,是基于对于老馆历史的续写大框架下,对文化标志谨慎,克制的引用。 从设计深度上来说,比那些直白的借鉴有更多的层次,也是对历史更客观的态度。 建筑形体上,对比其他的竞赛方案,中标方案抛弃了做地标的思路, 落成的建筑更像是老馆的自然生长,形式谦逊自然,将游客的注意力还给三星堆的展品, 在我看来,是近些年难得一见的基础设施型文化建筑。 不过,作为一个游客,不论是图像化的平面,如MAD的方案,还是与老馆的形式延续, 都是一种门槛颇高的抽象手法,普通游客很难体会到建筑师的意图。 博物馆所在地是近飞区,也无法借助无人机,体验新老建筑的形式语言, 不过这个问题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。 三星堆博物馆新馆最让我惊喜的,是建筑空间中对于明与暗的处理手法。 众所周知,因为文物保护的需要,历史博物馆的展览空间都是一个个的黑盒子。 人在黑盒子中漫游时,感受与建筑空间本身是割裂的。 上面说到,新馆的眼睛元素作为建筑内部公共空间与外部遗址园区对话的窗口, 巧妙地容纳了时空螺旋续厅和原流古今剧场两个节点空间。 而在博物馆的游览流线里,时空螺旋续厅是各个展厅之间的联系通道, 观众依次进入古城古国展厅、古属文明交流展厅、考古发掘历程展厅, 参观完一层后,通过螺旋楼梯,进入二层圆形剧场观赏情景短剧, 在参观艺术、神话与祭祀展厅、文物重器专题展厅、新考古成果展厅。 在观众从一个展厅到另一个展厅时,穿过完全有自然天光、照亮的螺旋通道, 建筑的形式、功能、明暗和时空发生了奇妙的转换。 这种处理明暗关系的手法让人惊喜, 相比于展厅内完全有人工光源照亮, 公共区域则取消了全部的照明灯具, 仅在墙面和顶棚交接的位置留下洗墙灯带, 日光成为空间的唯一主角, 展厅幽暗神秘的氛围和公共区域自然明亮的天光, 形成了强烈对比。 太多异美之词,难免让人觉得有广告之嫌, 如果硬是要挑毛病,我也能挑出来一些, 如整个建筑用了太多的装饰, 几乎所有的结构元素都被覆盖, 如建筑后部的自然景观, 未能引入参观流线,似乎是一种浪费。 但瑕不掩瑜,三星堆博物馆、新馆, 确实是今年最让我惊喜的新建筑。 这种惊喜不是来自建筑的形式游戏, 而是漫游其中时实在的切身体验。 在厚重的历史沉淀与紧张的攻击压力下, 能做到这样的体验和完成度, 不得不说,建筑师很好地完成了他们的工作。 我相信在跨越数千年的时空中会有一个瞬间, 每个人的内心都能归于平静, 和久违的自己再次相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